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的每个的Pater一转 这个是大家讲市场上的一些消息之外 那有一个项目我觉得即将有机会 中文篮球 那一些原因跟理由 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边跟大家再重新讲一次 我们好像就开始吧 首先请大家来到我的推特 大家推特都重要的 他推特这边很多消息 那大家可以来follow 比如说刚才这个猫村 猫村这边如果你有5000个follow以上 然后你转 你装上他的 装上他的这个banner 然后你来转发他们的这个推 他就可以给你版名单了 那我知道大家推的重要 赶快发了推的在discord 在youtube 那所有的youtube这边都跟 一定不是财务分析 不是财务接客 做好自己研究 控制好风险 那这边大家持续 在这边帮我们留言 留言留得很棒 很不错的朋友 我们持续发出 我们要发pass版名单 我们来到foodfinance 这边可以看到 市场上下不错 整个价格 绿色跟这个紫色 前紫色就代表 number of decrease in volume increase in volume 整个价格量一直都在这边 量都在这边盘整 那不错的是 我跟大家讲 绿色这个number increase in 4 这边往上走 所以这个高位在这边持续盘整 所以像绿色跟这个前紫色 都ok在上面 那反正是number of decrease in listing 稍微有一点下降 但这边有些不错的项目 比如这叫做quackers quackers这边 it's always the list的一些 然后ghostly ghost 然后ring gen 那如果我们看到整个交易量 ghostly ghost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 有1900多个交易量 那这整个 我觉得这个项目是一个很有趣的项目 大家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多关注 你看muten 巧巧之间25个eats了 borep110个eats cyberbroker已经5了 最早cyberbroker跟大家讲 两个eats左右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clonex clonex 我昨天跟大家讲 这边还有一些项目 我觉得蛮不错的 就是价格开始往这边 alien friends 你知道alien friends 最早跟大家讲 大概一个eats左右 我跟大家讲过 alien friends 他也是蛮不错的 他现在已经2.79了 alien friends my pet hooligan 然后还有cryptomars alien fan cryptomars 他们这一个cryptomars 有一部分的时钟的粉丝 他还涨了59% 最早这边应该有涨到一点几个eats 然后后来回档 那如果我们再往下走 你可以看到 这里metrohero 这是widows I like you but you are weird 这边有一个widows 这边有一些项目的不错 持续跟上来 甚至这个 你看这个djams 涨了70 虽然他量很少 剩量很少的话 我们就不参考了 今天跟大家讲 Cyberbroker 现在已经5.19了 最早跟大家讲的时候 第一时间这边跟大家讲 他的中心这边大概是跌到2点几个eats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说Cyberbroker 大家可以注意 你看他现在整个交易量上来之外 他整个交易的这个价格都在5个eats 以上 我觉得5个eats 这边要跌破的几率不高 因为几个原因之前跟大家讲过 他本身后面第一个是他团队 是个设计师 他曾经自己的画在Christie上卖超过40万美金 美金之外 Cyberbroker是第一个 把所有的NFT可以上链 他把上链 当初他们把所有的这些图像上链的 他们花了将近100万美金 100万个 不是100万 将近100个eats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将来他们在内部的时候 将来他们在这里 他们的 NFT 他们的NFT除了人物之外 这些衣服跟配件将来有机会 都可以在链上做一些转换 我觉得他们后面一些 整个设计跟他们当初的架构 是非常有趣 如果来到他的推理 看到他推理现在是将近2万人 1万9千多人 他因为有一些不同的update 你看wee recent section from the space so we'll give her a hand 你看他一直有一些update 他的community一直在grows 他community一直在涨 我觉得他将来他们很大机会 是跟不同的品牌做一些 cross branding 他除了自己本身 这个里面的人 就有点会变成像model一样 比如说今天跟Gucci合作 Gucci你看Gucci现在已经跟 无聊猴 然后Cookat 跟一些不同其他的NT合作 那如果他们跟Gucci 或是Amazon 就是其他大的 Louis Vuitton 或是其他大的YSL 这大的Chanel 公司合作 就他们就所有人 直接他上面穿衣服要了 我们来看一下campus campus的话 可以看到9从9号开始 不是9号 这个大概是12月3月 3月9号 3月9号 这边最早 他们起来 这边大概是一个East floor 3月7号 然后一直一直在那边盘 其实他盘了一阵子 就是到Azuki上来之后 Azuki的部分简直进来 Siberbroker 你看他现在目前这边地板 大概是5.7 5.8 稍微下一个高点 地板是7哦 不是6哦 没有6哦 直接7 7这边过的话应该就是10了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很有机会直接上10 我觉得他后面 因为第一个是设计师的关系 第二个是他本身 算是有点双市比较创新吗 他们把他们NFT上 这样的风格的 一NFT上架 他其实重点是在这个两个East 这边有一个很大量 两个East 就1月 就4月 4月1号左右 你看这边 这两个超级大量 100多 一个109个交易 另外一个19 这边差不多就200个 Azuki交易 然后之后 价格就往上拉 拉拉甚至还拉到6 目前为止稍微回到一下4.7 但是如果你现在看这边交易 今天稍早大概是有4点几 4点几的成交 现在大家基本上就是5.5 早些时间大概有4 我觉得5以下都有机会 大家可以多关注 另外你看他们命最早是0.35 命了1万个 他们很早 第一早是3月初的时候 一命出来 马上价格就上去了 因为他没有给这些 在市场上的朋友太多时间 那他总的整个价格 上去之后 他这边现在是59个percent 是后一个 平均是2.72 他这个其实里面有一些大户跟吵架 你看第一 Princy Princy有200 02 第二个大户有200个 第二个这个026 有200的 这个P P有173 那Odyssey 148 然后这716 98 345 92 然后这C61884 然后3737 是几 Omi Tara Beeps Jimmy Wild God Nether 还是有一些无聊 有一些Punk大户 大佬 只有比较多 但是你看过去七天的话 像这个345 也是我这边多买了57只 没有什么 needle 基本上没有人出 只有进没有出 你看这边是916 916这边又买32只 这个是新大户 直接进 他在高点买 基本上都要在4个East以上 432就花了100多个East 买着 没有了什么出货 有出货 这边有一个Josie Josie出货了 原本70 出货了70个 他应该是第一位买 如果我买在一个East 我涨到4 5 我先套现走人 到时候等回档再签买 所以我们来到Cony 你看一下他目前为止 他这边过去20小时 平均的价格 大概是6亿 地板价现在是5.19 他成交量1.1300个East 蛮多的 过去7.5000多个East 总成交26000多了 这风格 我这边不跟大家多讲 之前上一个video 跟大家讲过 今天跟大家讲 比较多筹码的 那我们就看到 7日的最早7日这边 如果大家在3月底 4月初的话 这边其实还有1.8级 我印象中Cyberbroker 在2左右的地板盘了一阵子 那其实到4月1号开始 这边就是我刚跟大家讲 有两支200 有200个Item 一个是100几 一个是90几 这边就200Item 这边往上拉 这个地方往上拉 同时间有一些比较稀有的 成交在7个East 甚至将近这10个East 这边7个East 这边成交14个East 甚至这个16 你看这个如果是稀有的 这点不了 点不了点不了 只要大家知道说他其实4月1号 这边往上拉的时候 哎在这边稍微就盘了3个East 一阵子 然后3个East直接上去 基本上就到7了 目前为止在5了 你看你看这边有几根这往上的走的这些量 目前为止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稍微 这边有一个稍微会休息一下 因为他这个上拉了一波拉两波 如果你看他这边拉上来 这边一波两波 这上有一点休息的感觉 我觉得他有机会回到5以下的话 大家或是4以下大家可以参考 他目前为止这个是两一个E 后一个是2153 那再是702 292 蓝球比例变高 44个percent 之前跟大家讲过蓝球比例就已经变高了 后面主要是Clone X Adidas OK Adidas非常少 非常少看到Adidas 的holder 所以你知道吗 他后面很我觉得有机会后面他们将来跟Adidas合作 你看甚至跟Clone X 就是Nike 他们就跟NikeAdidas合作 然后Boreps Boreps 再来Mibips Azuki OK 就基本上都是这些蓝球 甚至3Lander有 Enfer Enfer有700多 哇 Interesting 既然有700多Enfer 这个比较少见 另外这边有些大佬Pincy200 他其他这些大佬开给大家看谁 Operty我们熟知的就是我们OG的投资人 最早他是买非常多东西 他 买很多NFT 你看他后面这个还是以这个夏日晚风的Banner 那这个Lave 这其中也是一个投资人 这应该是有CryptoPunks投资人 然后CryptoMover Borep 这个是Borep大佬 你看他Borep Azuki Dodo 好多好多无聊猴 甚至Clone X Cookcat 那好多好多不同的NFT 他是NFT的收藏家 City Nuna 这个应该是Punk 然后后面这也是 夏日晚风的 夏日晚风 你看 哦他们这帮人全部应该是Princy 跟Princy一起混的 Princy也是啊 夏日晚风跟 他这个是 就是Cyber Broker Cyber Broker SubDuck OK PayPay跟SubDuck OK 哦他这边还有MyPay Waygan 甚至这个XCopy 刚才跟大家过了一下 市场上我昨天跟大家讲 昨天前天跟大家讲 就是整Azuki上去之后 这些钱流到几个项目 项目其中 我们讲了 就是Pron X 就是比较贵的 稍微比较便宜的 Everite 甚至我们讲到的Colorful 那今天跟大家讲 就其中啊 其中我所知道的一些钱 流到另外一个中等的 这个将近5个Eth 现在那之前大概是2到4个Eth 之间在盘2到3个Eth 像5个Eth 大家也不要去追啊 我觉得等了 等他回 看他没有机会回到4个Eth 5.5个Eth以下 或4个Eth 那这个东西就是希望现在不要去追 有的朋友当然很高兴 很开心 那没有的朋友 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追 除非你真的说 这个我放进去的部位 对我整个Portfolio的比例 非常非常小 或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项目的话 那这是另当别论 不然的话 像这个状况之下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 那如果你学我视频 大概你价值值 关注Twitter 加入Discord 按订阅 订阅 然后把这个按赞 点赞点赞点报 点报 点赞点换 好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